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让人触目惊心 8岁的孩子因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眼球居然被完全溶解 终身失明 如果你有孩子 划到这个视频 无论多忙请一定看完 可可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事发当天 一向乖巧的可可回到家里 发现妈妈买了一堆零食放在桌子上 可可开心的边吃零食边看动画片 吃完零食以后 发现零食里面有一小包干燥剂 可是当时的可可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于是出于好奇心 可可就把干燥剂放在了饮料瓶里 悲惨的一幕就发生了 这个被炸的变了形的饮料瓶滚落在地 地上全是血 可可捂着眼睛痛苦的在地上滚来滚去 妈妈在情急之下就拨打了120 到了医院经医生诊断以后 可可的右眼由于被碱性的液体侵蚀 整个眼球已经被溶解了 所有的医学手段都已经无力回天 当可可的妈妈知道孩子永久的失明后 顿时瘫倒在地 后来经专家介绍 石灰类干燥剂属于碱性物质 遇到水后会大量的释放热量 造成物体的膨胀和水体的膨胀 同时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当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爆炸 因此石灰类碱性的干燥剂一旦被孩子误食或者不渗入眼 会对肌肤和眼黏膜造成永久损伤 严重的还会导致生命危险或者是失明 再次提醒各位家长 给孩子吃零食的时候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干燥剂 如果有的话 请把它取出来 并且告诉孩子这是干燥剂 以及干燥剂的危险 为了所有孩子的安全 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家庭 一个举手之劳有可能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灾难